珊瑚的胡啊 我这个王老师姓王 实在是太有立场说这个东西了 边上这个呢 绝对不是王旁 最开始的经文的时候 这个王和玉呢 很像 王是一个斧子 而玉是一串 穿起来的样子 到小传里面呢 这个王啊 三横是不等句的 然后呢 这个玉是等句的 这样子很难区分 所以最后呢 就给这玉加了个点 但是 它一旦要写到偏旁里面的时候 就没有那个点了 所以说我们说的 玉字旁 很多带玉字旁的字 都和玉本身有关 后来啊 在小传之间 他们两个的形体 就比较接近了 所以今后大家认智的时候呢 就建议啊 这个凡是跟宝贝有关系的 比较珍贵的东西的 那个不是王 是玉 珍珠啊 珊瑚啊 等等都是玉 比较我们分班的班子 它也是玉字 分班的班 也是玉字吧 两个玉一把刀 把它分开